菠石跟種子的發育結束之後應該要接種子的發芽過程 可是因為種子發芽過程會討論植物的作用 所以我就把那個菠子直接搬到基礎 這個菠子一起來看 所以接下來就是我們要跳到179類下一個單元 植物的生長、生理的調節作用 就是植物激素這個部分有相關的 先提一個名詞 因為在人體的地方我們已經先介紹過了 一般來講激素可以稱為荷爾蒙 然後它的角色是調節 調節的部分等一下再來看 因為用人體先回憶一下 人體的話激素或荷爾蒙這個部分 可以到哪一個層級 可以到系統這個層級來談 所以有一些技術它的作用的架構是這樣子 比如說像那些 夾狀線、腎上線、性線 其實有很多內分泌線它的功能是很明確的 就是它會負責調節我們身體某些機能的運作 這個是屬於所謂的一般的線體 可是問題是這些 比如說像剛剛講的夾狀線、腎上線或者是性線 雖然它可以去做某件事情 就是去協調我們身體某一個部位 然後產生因應的變化 可是問題是這件事情是 可能會動到全身的資源 所以由它片面來決定 這件事該不該做 好像不是很恰當 所以通常我們所看到的是 它必須要接收誰的這個指揮 可能要接收腦垂線的這個指揮 所以你要等 像這個生殖周期的調節就很明顯 腦垂線分泌FSH跟LH 去影響一般性線的分泌作用 可是等到你去看腦垂線的時候 又會發現 好像腦垂線那個指令是透過誰下達的 腦垂線它決定要做這件事情 又要再去參考誰 參考下氏丘 有沒有分泌某一個特定的基礎 所以這變成 為什麼用系統來看 人體的內分泌 基本上要做到一件事情的時候 基本上從上到下的對應關係 那個分泌的中樞或調節中樞 內分泌調節中樞是下氏丘 然後接下來透過下氏丘去影響腦垂線 再由腦垂線去影響一般的線 所以這個架構算是內分泌系統當中很複雜的 也是基礎作用當中算很複雜的 那性腦植物的話 它的架構基本上簡單多了 第一個 植物的基礎的分泌 一般來講你也不要用這個字眼 就是內分泌 植物不用內分泌這個詞 雖然它不一定有用到管線的問題 但是也不適合用內分泌 再來它的這個運作的架構呢 也沒有像這樣友善對下的這個關係 植物這個分泌基礎的部位 一般來講他們有一點像是獨立運作 所以就你跟我的地位是差不多 有點像什麼呢 像那個血糖的調節 對不對 那個胰島 某些細胞分泌胰島素 另外有一些細胞分泌生糖素 對不對 所以你跟我都可以影響血糖 可是我們的關係呢 就是那個位階是相等的 沒有說你的角色比我大這樣子 但是人體當中還有這種友善對下的關係 這種在植物當中比較少見 所以通常在植物就會談說 某一個激素它的分泌部位是在哪裡 通常這個層級大概只要組織 然後這個部位分泌的激素又用在哪裡 這個部位通常大概了不起 就到器官這個層級而已 所以整個架構一比 你就會發現你談激素 植物的激素相對來說簡單多了 可是你不管是動物的激素 還是植物的激素 因為它們全部都在一個共同的架構之下 因為它是屬於調節的角色 所以調節這個部分呢 就限制到生命現象當中 兩個很重要的環節 就是感應跟反應 所以以前我們人體的時候 有提到一個概念就是說 當我們身體的受氣或受體 接收到特定的刺激 不管是來自於我們身體外面 還是身體內部的這個刺激 比如說體溫的改變 比如說外在氣溫的改變 好 當我們接收到這樣的刺激的時候呢 就有調節系統 在我們身體內的主要的調節系統 就是神經或內分泌 因為我們到系統這個層級 所以它就是一個決策中枢 接下來呢 決定要怎麼做的時候呢 還會再透過動氣 然後產生適宜的反應 所以在我們身體裡面 所有的調節 從接收刺激到產生反應 都有很強烈的因果關係 那這是我們身體的這個運作的架構 你就會發現這個環節 你起碼要動到兩個部位 受氣跟動氣這兩個部位 所以為什麼是協調或調節 因為你要讓我們身體同一個時間 然後去做不同的事情 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分工的這個概念 這是人體的運作的方式 等到談植物的時候呢 架構上大概會有點像是這樣 就是某一個部位 它去負責接收刺激 可能是光 或者是其他的刺激因素 然後接收到這個刺激之後呢 再引起某一個部位 透過激素去引起該反應的部位 產生生長或生理的調節 因為植物的反應裡面 大概可以歸納出這兩個基本類型 就是跟生長有關 或者是跟其他的生理有關 比如說我們以前講過一個 水分不足氣孔該關閉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其實就已經提到一個激素 就類似像這樣的狀況 所以相對來說 它的架構當中 如果我們頭尾不看的話 馬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看少了這個 植物到目前為止 還找不到有神經這樣的功能 那內分泌也不構成系統 所以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中間這個環節 有一點可以直接拿掉 就是從接收刺激 到產生反應這個過程當中 它直接透過某一個化學物質 來傳遞訊息 那如果是人體的話 要多一個決策 就是比如說反射動作最明顯 對不對 一個強烈的刺激 然後要避開這個危險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一個肢體反射中枢在擠水 然後馬上陰陰的 讓某一個部位的肌肉 然後產生反應動作 這樣應該回憶回來吧 所以先把那個激素的作用的特質 先講完 就是架構 你會發現那邊看起來還不錯 那幸好它比人體架構簡單多了 好 其他共通性的部分的話 這會太快嗎 不會 好繼續 好 所以回到那個化學物質 所以激素或荷爾蒙到底是什麼 其實它就是一種訊息 用化合物來傳遞訊號 然後神經是利用神經衝動跟化合物來傳遞訊號 那它的角色就是跟神經一樣 這是協調 所以協調是它的主要的功能 這個詞用的很籠統 大概應該也可以說明一切 然後訊息是它的特性 然後它是一個化合物 所以來傳遞訊號 然後所以我們以前講到一個概念 就是因為生物體內扮演訊息的分子很多 比如說甲狀腺素 對不對 副甲狀腺素 對不對 腎上腺素性腺 等等 所以當化學物質就是這些化學訊號很多的時候 那這些化學訊號到底要作用在哪一些細胞 所以那一些細胞 就應該需要具備某一些特定基礎或某一個基礎的受體 所以訊息放出去之後 誰發生反應 那就表示那個部位的細胞應該有那個基礎的受體 所以我現在訊息有很多種 所以對細胞的角度來說 我可能也需要接收不同種的訊息 可以理解嗎 一旦你發現說 A細胞有反應 B細胞沒有反應 很明確的 A細胞帶有那個基礎的受體 但B細胞就是沒有 所以這個就可以產生一個分工合作的概念了 另外一個也是基礎的特性 就是這些化學物通常都發現 其實只要很微量 PPM甚至於PPM以下更低的濃度 就有可能可以發揮作用了 然後比照這個人體這個基礎的作用 就是還是盡量是適量 如果比如說過高或是過低的時候 那它就無法增長 那這個在那個什麼生長基礎有沒有分泌過多 假狀腺素分泌過多過少的問題 所以這個概念倒是還蠻雷同的 好 所以這個是整個有關基礎的部分 接下來真正困難的來了 真正困難的是植物的基礎基本上 那個功能整理出來其實很雜 因為通常某一個基礎的功能 大概比較適用是該研究所得到的結論 所以你在課本裡面會看到很多敘述 但是這些敘述事實上都是以個案來討論 其實比較好 如果你要用通則 就是放到所有植物都適用成普遍現象的話 其實會常常出現一些特地的情況 所以雖然這個單元一開始就幫你整理兩頁 方便記憶 但事實上這兩頁恐怕會比人體的基礎 那五頁還要來背 好這個是這個 這樣子 那所以我把那個重點都整理在前面的兩頁 後面的部分都是配合前面這兩頁 所需要的解釋的東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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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問教授說 那個單槍可以不可以先換燈泡 教授的時候已經規劃中 直接換單槍 什麼時候我也不知道 就盡情 融洪的說辭 所以等我把技術這個單元講完 今天當然不可能 希望不要超過三次 好嗎 這樣 這樣太亮嗎 需要再觀察嗎 不用嗎 需要再馬上跟我講一下 好 所以那個 調整植物生長物質的部分 主要講的就是植物的基礎 你要講植物的荷爾蒙還可以 現在這兩個詞已經算通用了 就是混著用了 以前是有分開的 好 然後所以植物到底有哪一些基礎 在植物樹這個層次裡面 比較必要一定要去介紹的 就五大五類 那其中有一些是單一化的物 就是包括生長素 幾倍素 細胞分裂素 離層素跟乙烯 這個大約有一點跟它的發現數據有關 其中最早發現的就是生長素 有些名字上看起來也蠻明確的 就是那個像生長素 細胞分裂素 這直接從名字上就可以看得出 約略可以猜得出它的功能 那其他就真的要解釋一下 好 所以影響植物的生長或發育 當然你從那個生理調節的部分來看的話 激素可以扮演那個角色 但事實上你可以追到源頭啊 終究還是遺傳 對不對 那後天會不會有影響 會 只是你那個影響的百分比 幅度到底是多少這樣子 好 所以接下來 這個不用去背 只要讓你知道一下 因為我們以前談那個激素的時候 不對 談那個血漿的時候 好像有提到這個 血漿蛋白那個佔有率前三名 白蛋白 免疫球蛋白 有沒有 那還有一些少量的蛋白 像是什麼 激素 所以在人體內的激素 它的分子量可以大到蛋白質這個層級 那你去看這個植物的激素 就結構上看起來應該都還蠻簡單吧 所以植物的激素通常是有激素的小分子而已 但是通通都是有激素 OK齁 好 所以這個也算是一個不同 不過因為高中階段對於化合物道這個層級來講 是不比較的 所以信航就沒有那個問題 好 運輸方式這個就先不談 那我們就先從那個最早被發現 也是最早被拿來大量探討的 就是生長素 好 生長素呢 當初最早被純化出來的天膽生長素 它的縮寫叫做IAA 然後植物的激素幾乎有縮寫的都要被 因為太常用了 然後它的英文的原名叫做 不是我翻的 它叫做銀朵乙酸 因為有講跟沒有講的意思是一樣的 它是照音來去翻的 所以叫銀朵乙酸 如果你一定要中文你才能夠接受的話 然後就是這個字 Indo 後面這兩個字就是乙酸 醋酸的意思 所以它是一種有機物的酸 好 好 那另外有一個資料先更正一下 這個之前還有比較教科書的見解上的不同 最近就確認一下 發現大家口事已盡了 所以你把那個地方直接塗掉 生長素的產生部位第一句話 由根尖等等等等那個地方 直接把根尖塗掉 好 所以現在確定跟不會分泌生長素 但會受到生長素的影響 但它不分泌生長素 這個跟我們後面要討論的又有一點關係 好 所以 以後 因為你如果看到以前舊的答案裡面 可能還會有整理 現在都沒有了 好 然後所以接下來 一般來說的話 我們的討論範圍裡面幾乎都落在哪裡 第一個 經典 以成熟的植物體來說的話 經典是一個重要的生長素分泌部位 但經典還記得嗎 經典就是經典分生組織 所以它主要是分生組織分泌的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部位 討論比較少 這是那個胚 剛介紹過的 胚就是由受精卵發育出來的那個 有沒有 含有胚牙、胚肘、胚根 然後可能會附掛著子葉的那個部位 叫胚 有沒有 所以大概比較常討論是這兩個 其他部分的話大概都是應用部位 那現在名字上沒有問題掛著生長 可是生長總共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呢 你從細胞的觀點來講 細胞層級的生長是指細胞體積從小變大 對不對 那叫生長 如果你再進一步跳到多細胞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細胞數目的增加也是一種生長 所以它這個掛生長到底是琢磨在哪個地方呢 就是促進那個還沒有成熟 體積還不夠大的那個細胞體積的長大 這個就是促進生長的主要著力點這樣子 當然還有其他的比較大一點的格局的這個作用 但這個部分我們等一下要詳細來談 可是最早被談論的不是他 因為當年很多人在研究植物的生長這件事情的時候 第一個關心到的也不是說植物會長大 那件事情那個植物會長高 然後職業開展這件事情好像是視為理所當然 反正它是生物 它就應該有這些生長現象 所以也沒有去想到它是透過植物基礎來調整的 導致最早覺得有探討必要的是什麼 那是那個象性 其中有一個就是你們很熟的那個象光性 所以我們就從那個當年連生長樹在哪裡 甚至於是說根本還不知道有生長樹這樣的角色的時候 其實生長樹的作用已經開始被探討了 所以最早開始做比較有科學方法的探討的其實是相光性 而最早探討的那個人就是達爾跟他兒子 所以麻煩翻一下 你看看 橋邊橋邊 然後後面就是 好 1186 好 單元14跟單元15 我會混成這樣 好 186月那個下面那一組圖形 這個完全一模一樣的 所以達爾跟他兒子做了什麼樣的實驗 所以不只是整理出個點化論的處形 他們還做了這樣的實驗 就是一般在生活經驗裡面 我們會看到那個什麼窗台邊 那個植物的發展 生長方向向外 向窗外 對不對 那個圍牆邊 那個植物總是偏離圍牆方向生長 所以相光性大概算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但是怎麼發生的不知道 所以達爾的父子曾經做過這樣的一個探討 就是把 這是一個燕麥 然後那個小幼苗 剛發芽的時候 那因為這種東西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脂通通的 當它那個出生葉還沒有展開的時候 就是一根棒子這樣子而已 然後所以它的生長就是又長長 這樣子 所以很方便觀察 好 然後所以接下來呢 他就想說確認一下 這個燕麥芽 是有相光性的 所以他就把燕麥芽放在一個側光裡 側邊的側 一般來說 以植物一天來講 它接受的光照大致上是虛擬的 因為方向一直在改變 所以你以一天的總和來說 是各個方向它都有照到光 所以大部分的植物 我們假設在一個光照虛擬的條件之下 它差不多是垂直向上發展 這樣也沒問題 好 好 那如果我們現在固定這個植物體 光來的方向變成是側邊 不管是左邊、右邊 沒關係 好 所以大家再確認一下這個特性 在牙 就是小幼苗也會發生 好 所以就給它一個側光源 好 沒多久 就不用真的 小幼苗發育速度很快 24小時之內 基本上就可以看到 那個幼苗靠近頂端這個地方 開始轉彎了 對 相光性 確認一下沒問題 好 所以接下來 那因為每一次在看相光性的時候 都會發現 那個實質上 彎曲很嚴重很明顯的那個地方 都比較偏向於 像那些小幼苗很明顯 從中間以上 那下面這邊呢 就是比較早發育的那個部分 看起來就比較沒有那個明顯彎曲的反應 好 所以實驗當中它就想說 這看起來主要的關鍵好像是在上半段 那既然這樣的話 先把上面這邊切掉一些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所以它就做了一個這樣的一個實驗組 就是把那個牙的頂端給切除 然後結果切除之後呢 一沒有相光性 可是同時也發生一些事情 沒看到它生長的 也就是說這個幼苗的生長就停了 所以相光性原來它其實根本就是一個生長 所附帶的現象 就是你想要看到相光性 不是說你今天弄個綠豆苗 然後呢抬燈從側邊一照 然後馬上就彎給你看 就是你要等 通常大概隔天 它在繼續再長出去之後 隔一天隔兩天 慢慢慢慢的 它再繼續往上發展的時候就轉完了 OK啊 所以是繼續往上發展 長出去的這個部分 才會展現出相光性 而不是說 你現在右秒一放著燈 然後呢固定在側邊 然後呢馬上就做彎下去 用一個對比來講 它不像那個韓修嫂那種觸發運動 給你碰一下 然後呢 你看它馬上病 你看喔 所以這是一種生長所發生的變化 那後來它其實它做得很詳細喔 雖然那個年代還沒有真正的科學方法 生物的科學方法最早建立 我以前講過 生物第一套 就是最完善的科學方法 最早被建立的是誰 其實是孟德爾的那個遺傳學實驗 你看啊 所以那個時候呢 其實它已經有 有那種比較實驗組對照組的概念 我用破壞性的方法呢 可以消除相光性的展現 可是它也同時停止生長了 所以這樣的破壞性方法可能不是很好 那它就用另外一個替代更好的方法 就是把那個牙的頂端呢 直接用那個不透光的材料遮住 你看啊 所以這個時候也是一樣 這個實驗組它就沒有那個相光性 可是會生長 這樣你看齁 好 然後 那因為有一個對比嘛 那如果你跟這個來比的話 基本上這樣不是很好 這樣的對照組跟實驗組就不是很好 所以呢 它找了另外一個 這個對照組 就是用那個透光的材料 把那個牙的頂端給遮住 那這樣的話 比對就更好 對不對 純粹只是遮光跟不遮光的問題 好 所以用一個透光的材料遮住之後呢 你這個用秒果然有相光性 也會正常增長 就是還是可以繼續往上漲 所以這樣子來看的話 所有的癥結應該都是在頂端這邊 應該沒問題了 所以達爾文的實驗裡面 大概比較重要的結論就是 歸咎到相光性的展現 應該是跟幼苗的頂端這個部位有關 那因為當年也沒有去想到說 可能是這個化學物質的問題 就是純粹農食物體的部位 然後來去推論說 那個主要的影響是在這個地方 那到底是怎麼影響呢 當然以那個年代來講 第一個 你要懷疑是生長數 恐怕還有很遠的距離 再來第二個 最限時的問題 基數一般在生物體內都是PPM 以那個年代來說的話 1880年 那個年代要在生物體內 找到一個PPM濃度的化學物質 應該是連想都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好 然後它做得超詳細 它怕說這個萬有誤解 比如說我們從幼苗的彎曲就知道 真的是中間以上比較明顯會彎曲 所以它進一步再確認 那如果遮在那個下半段呢 相關性到底還會不會有 欸果然還是有 所以你看它可以做到這麼細 所以有時候實驗真的就是 精神是已經很了不起 可惜的是那個年代裡面 沒有辦法讓它再繼續往下走下去 所以它就遮住那個幼苗的下半段這個地方 然後確認上半段仍然有相關性的展現 這樣看到齁 好 所以事實上這整個實驗的架構算了不起 可是時代背景的關係 真的沒有辦法再更近一步的突破 那後來有一個人在幫他跨出去的一步 那他只多做了一個步驟 因為達文當初發現切除的時候 就是開始確定那個頂端這個地方 應該是造成上光性的主要部位 所以這個人的做法 他基本上是這樣子 他一樣仿照那個達文就把頂端切除 那切除之後呢 他就用了一塊可透水性的 就是物質可以自由穿越的 的一個材料 然後呢 把它墊在那個切除之後 然後那個肌部跟切除的頂端這之間 重新再把那個頂端再放回去 就這樣子 然後 一樣 再讓他有一個側光源的刺激 然後發現 你這樣還是可以展現相關性 當然如果單純只做這個條件 就看不出所以然了 隨便做一個對比 好 就是另外一顆呢 就把那個頂牙切除 然後墊了一個不透水性的材料 所以這個時候 上面跟下面的部位呢 就不會有任何化學物質的交流了 好 當這個化學物質不交流的時候 他就發現 隔了這樣一個東西之後呢 這個幼苗基本上呢 他就沒有相關性 而且也精緻生長 好 那這部其實不算很大 可是 那個時候已經開始懷疑 會不會是頂端這個部位 因為1913年左右 化學上面 一些小分子的這個概念比較有了 所以他們就懷疑 會不會是在頂牙這個地方 可能產生某一個化學物質 而這個化學物質其實有向下運送 然後引起那個下面這一段 開始有關曲調整那個生產方向的這個現象 因為你看 這個是透水性的材料 所以如果是透水性的材料 上面產生的這些化學物質順利的送到下面 對不對 那右邊這個是不透水的材料 所以那個化學物質就送不下來 送不下來 那相關性就沒有辦法展現 所以很有可能 這整個過程 真的 如果我們再降到更細的層級的話 很有可能是靠化學物質在做調節 那化學物質是什麼 不知道 在哪裡 不知道 可能是這個部位產生 你看 所以下一步的突破 到現在為止 生長數都還沒有被拿出來 就是被萃取出來 你看 所以生長數的實驗都做得很早 然後最後才被萃取出來 所以下一個很重要的突破 就是它 Winter 所以那個 E87 那個圖 Winter做的實驗 它就拋棄光 它就拋棄光的刺激了 因為現在已經很確定一件事情了 這整件事情 光是主要的刺激來源 但問題是怎麼有辦法 在那個生長方向去做調整 所以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那這個階段事實上 一樣 還沒有發現生長數的存在 只知道有一個疑似化合物 而且這麼X這樣子 好 那從達爾文到前面那個學者 都已經懷疑根本就是在 那個幼苗的頂端這個地方所造成的 所以Winter做了一個 比較大膽的一個嘗試 他就把頂端切除 但沒有拋棄它 他把這個頂端放在哪裡 放在那個羊菜的那個上面 那就把羊菜切成一小塊一小塊 然後把頂牙切除之後放在這上面 因為你再回去看這個實驗 對不對 我隔一個透水性的材料 跟隔一個不透水性的材料 對不對 透水性的材料下面真的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個某一個化學物質 可能有向下運送 那你向下運送 它是不是一定要經過這塊 好 所以它現在只是 現在切除之後呢 因為短時間之間 這個實驗細胞不會那麼快死 它就把那個切除的頂端呢 放在羊菜上面 對不對 然後 希望 純粹是希望 那個頂牙這個地方 所產生的各種化合物 有沒有可能擴散下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可能就可以順利取得 造成相光性的那個化學物質 這樣齁 好 所以它利用這樣的技巧 沒有萃取 然後呢 可能有機會拿到那個化學物質 好 所以這是處理衣 那所以它也有用那個乾淨的那個羊菜 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做其他的吸附動作的這種 好 然後所以它做了這樣的一個幾個處理 對照組的部分 這邊就很簡單 仿照那個打紋的處理方式 就是那個頂牙切除 所以 沒有彎曲生長的現象 這沒有問題 好 另外一個呢 實驗組之一 把頂牙切除之後 放一塊很乾淨的羊菜 就是沒有吸附到任何雜質的 然後放上去之後 確認羊菜不會影響到這顆幼苗的生長 所以這個幼苗 真的是停止生長的狀態 這樣看齁 好 所以接下來就放這個 放一個乾淨的羊菜 跟放一個疑似 可能有吸附到某一個化學物的羊菜 然後呢 這樣的羊菜放在那個 切除頂端的幼苗的那個切口的地方 發現這個幼苗是可以繼續生長的 其實這樣就可以輕易的證明一件事情 它拿到那個東西了 那個造成相關性的化學物質 現在應該有進入到羊菜裡面的 所以你只要把羊菜貼的那個切除頂端這個地方 就可以刺激這個幼苗繼續生長 其實做到這步 基本上大概已經可以確定 真的是某一個化合物 是什麼不知道 應該是由某一個化合物來造成植物生長現象的 接下來這個實驗的設計就更有趣了 它就把羊菜切得更小塊 然後呢 做這樣的一個擺設方式 因為我們要切除頂端之後 這一塊放在偏右邊 就是切口的偏右邊 然後結果發現呢 如果你把羊菜放在切口偏右邊的時候呢 一兩天之後它的生長方向就轉彎了 那如果羊菜是放右邊 它轉彎的方向是往左 反過來 如果你把羊菜放在切口偏左邊 這時候它的關曲生長就是這樣 那如果說整個生長的調節是 那個化學物質所造成的 對不對 我整個羊菜均勻的放 所以當整個那個切口很均勻的每個點 都受到這個化學物質刺激的時候 它只會往上來 那我刻意擺成那個偏調的方向 那結果呢 這個右秒的生長方向也跟著偏調 但是呢 擺右邊偏左邊這樣 擺左邊偏右邊這樣 所以意思是什麼 我現在擺右邊的時候 合理來說 那應該是右邊這邊的細胞 是不是比較容易接觸到那個化學物質 一樣啦 是什麼化學物質我們真的不知道 可是合理的推測 那右半邊應該比較容易接觸到那個化學物質 反過來了 左半邊應該接觸到那個化學物質的濃度 應該會比較低 對不對 所以會不會是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造成右半邊這邊呢 細胞就長得比較好 比較快 然後左半邊這邊的細胞 長得比較慢 對不對 那因為我現在整個羊是同一個構造 對不對 那 一半區域的細胞長得快 一半區域的細胞長得慢 所以長得快的就開始擠壓長得慢了 所以讓它繼續這樣往上發展的時候 慢慢慢慢的 它的生長方向就偏了 好 所以另外這邊當然也一樣 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去解釋 你把羊菜偏左側放的話呢 左半側這個地方的細胞呢 受到良好的刺激 所以它的生長速度就比較快 右半邊這邊呢 那個刺激就比較弱 所以它的生長速度就比較慢 對不對 所以現在是變成左邊排擠右邊 所以慢慢慢慢的 怎麼生長後續長出去的方向呢 就開始向右偏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們再去回過頭去看 那個相關性的話 一樣啊 對不對 幼苗開始發展出 那個重新調整生長方向 對不對 它這個沒有用光喔 它純粹就是利用那個羊菜 然後去做這種擺放的時候 故意偏掉 然後產生類似相關性的效果 所以那個時候溫特就懷疑 其實植物體內應該也是一樣 那個化合物 然後它為什麼可以讓植物的幼苗 那個生長方向發生改變 應該是那個化學物質 產生不均於刺激 那你可以講成說 這個化合物可能因為分佈的濃度不同 類似像這樣的情況 比如說假設它現在相關性往左偏 那就是右半邊這邊的生長素的作用 比較好 然後左半邊刺激作用比較差 對不對 所以調整的工作 那這個就是另外的方向解釋 所以到溫特這個階段 事實上 相關性的解釋幾乎快要把答案湊齊起來 就只差生長素在哪裡 不知道這樣子 所以這個實驗做的進展 遠比找到那個生長素 進展的速度還好 好 所以 一個食物 拿幼苗比較好解釋 所以如果以今天的角度來說 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很好的工具 就是顯微鏡 所以你要確定是不是真的是這個樣子 你就只要把一個幼苗 它已經確定發生相關性之後 把那個主要彎曲的部位 然後去做成切片 然後呢 你去觀察這個地方的細胞排列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發現 那個背光 這邊是背光 背對光線的這一面呢 細胞的發育狀況就比較好 就是相對細胞比較大 然後面對光的 向光的這一面的細胞呢 它的發育相對就比較差 因為細胞比較小 對不對 可是你去這樣看好了 植物 不過就是植物的左邊跟右邊 對不對 那你右邊有幾個細胞 我左邊也應該有幾個細胞 對不對 你跟我的細胞 從上到下排列下來的數目 應該是差不多 可是你每一個細胞都比我大 這邊每一個細胞都比你大 這邊每一個細胞都比你大 所以只好往這邊騙你 這個其實可以很容易 在組織的切片上 就得到印證 這樣就這樣 所以現在只差一個問題了 到底怎麼做到的 還有那個化合物到底是誰 這樣子 所以 後來終於釐清 原來這一切 就是生產素 最早被解決出來 IAA 所造成的影響 這樣就這樣 所以最早被解決出來的 基本上就是相光性 OK 好 所以你看光是相光性這一路下 有多少的人去探討這個實驗 一直到幾乎確定它的說詞 就是解釋 然後最後才找到那個化合物 所以這一連串還琢磨了很不少時間 好 既然相光性好像已經找到答案了 所以接下來另外一個問題就來了 因為植物的像性有好多 回到剛剛這個照片看一下 這個是相光性 如果你現在把那個幼苗 好 然後整個遮住 好 讓它隔絕光線 24小時全部黑暗 然後你現在呢 把這個幼苗直接橫著擺 知道這個事情嗎 其實它的晶仍然會往上發展 這個叫做 背地性或者叫負相地性 你看這時候這不是光的刺激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目前的看法是 它應該受到重力的影響 所以植物應該也可以感受重力的方向 感受重力的方向有兩個 一個是晶這個地方的負相地性 你看它另外一個就是根 所以你用同樣那個圖 就是186A上面那個圖 對於晶這個部位來說的話 晶頂之下這個地方 有一個段落是未成熟的細胞 當你現在給它一個側光源的時候 向光的這一面分配到的生長數 相對濃度比較低 背光的這一面分配到的生長數 濃度相對比較高 所以背光長得快 向光長得慢 對不對 所以慢慢的它的生長方向 就往光源來方向調節 好 話說調節到什麼時候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你只要新的生長方向 讓植物那個晶的主軸 直接指向光源 調節就完成了 所以假設你的光 後來方向都不再動的話 那你會發現它之後長出去的 那一個方向 就指向光源的方向 這樣OK 所以假設它之前曾經是垂直向上生長 轉彎一次 光不再改變 所以這時候 從頭到尾就只有轉彎一次而已 OK 所以如果你閒閒沒事的話 可以讓它多轉幾次 有沒有 看過那個市面上在賣那個萬年青 有沒有 萬年青光玩這招 你看玩出了多少商機 對啊很好賣喔 你看萬年青一般那一隻啊 大概從地面來算 上到這個地方的高度 這是一般插花 花電常常在用 在一個那五塊到十塊 很廉價喔 因為那些生長速度很快 可是經過彎彎曲曲這樣子 你看那一盆 可以賣到幾百塊嗎 如果你在更大的 比如說兩層或三層的 對不對 然後再搭一個好看一點的盆子的話 那可以幾千塊 可以只要上金嗎 所以台灣農民的地方真的是 真的很配合 而且做外銷 重要的是 你把葉子全部都拔光之後 可以直接去做外銷 然後沒有帶根 又更方便 沒有帶根沒有帶土壤 所以你在那個 那個 簡易上面 要通關 最容易躲 可以想像嗎 真的 你們一定要考慮一下 坐擄 真的 好 所以這隻相關性 如何展現的問題 最現實的就是 那根怎麼辦 對不對 如果金 你看 有光 沒光 反正它就是努力 往上發展 或往有光的方向發展 那根呢 合理來說 當我們所看到的根 大致上 應該都是向下發展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拿那個 幼苗的那個出生根 來實驗一下 好 這就是最初 有一個發育正常的那個出生根 拿單子葉就很單純了 好 那所以呢 你一開始的時候 讓它先往下發展 等到這個出生根 強度夠了 接下來直接把它橫著吧 OK 沒多久之後 也是一樣 因為金頂或根尖 在幼苗時期 發育速度很快 所以其實隔天或隔兩天 一定可以看得到 這個根 真的開始向下生長 OK 邏輯上是合理的 對不對 往下發展 容易找到水分 跟容易水分的這些礦物質 所以方向是合理 但是方法怎麼做 對不對 好 所以接下來呢 會有一個 右邊的鼓都不看 這個是講說植物 可能用這個方法 改受重力 現在再來 把這解決 先提供一個答案 所以 用膝蓋想 我們雖然不太知道 生長樹到底是從左邊過來的 還是從右邊來的 但合理來說 當你把整個植物體橫著擺之後 會有什麼問題 這個植物的根 如果是垂直的話 我們看到 它仍然是 大概是 垂直地面往下發展 如果根是真的這樣子擺 可是一旦橫著擺之後 它開始往下彎曲 所以我們可以強烈懷疑 那個生長樹 它的濃度分布 可能有上半部跟下半部的不同 對不對 所以用膝蓋想 用膝蓋想 就會懷疑 那個 當你把根橫著擺之後 這些化學物質 很有可能 比較容易 向下 向下 沉積 對不對 不要講沉澱 它沒有沉澱下來 但是可能會導致 下半部這個地方 累積比較多的 生長樹 上半部 可能會被分配到 比較少的生長樹 對不對 用膝蓋想 到底應該是這樣子 可是結果 就很尷尬了 如果 上半部的 生長樹濃度低 下半部的 生長樹濃度高 好 請問接下來這根怎麼長 你從基因的解釋 就會發現 糟糕 這個時候 這邊如果濃度高 所以下半部生長很快 上半部生長慢 所以這時候根就往上敲上去 對齁 完全沒有辦法解釋 對不對 好 這樣怎麼辦 等一下要講一個非常偉大的研究 好 休息一下 有 有